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行程就是由旅館出發 先去國南美術館 接著是自然科學館 接著是一宗夜市 最後是回家 台中其實不是很大 每個點距離20至30分鐘腳程 這個計劃其實是很完美 因為每個點其實是相差很近的 但怎知兩個館都收了 都是逢星期一休市 真的猜不到 搞到我走了一個小時 西班牙經過兩年敗之後 希望重新鎮座 因為看Googleman 現在走過去一中雙圈街 都是半個鐘頭而已 不差再走過去 我就不信他又收了空 今天真的是成事任中 回到現在也不是很多人 因為現在好像六點多 時間還要早 這樣晚一點應該會多人一點 好幾點 好幾點 炒飯 然後這裡比較冷 因為周圍兩邊都是商店 那些辣椒會焦 會焦出來 很焦出來 所以不舒服 我覺得 還有附近 有些電腦線 有些電腦線 有些食物 不過食物是比較多的 其實這裡有很多 一條條的行業 我又開始 差不多 差不多 我開始有些少少 失誤了 對 開始 我不知道自己走到哪裏 它是一條大街大街的小巷 不知道要不要留意 我經常留意上面這些 這些飯店的位置 我經常留意 我經常看到它那個 製造飯店的公司 直到上網的時候 就看到它的字 謝謝